为了报复美国国会 通过对俄罗斯的制裁案 俄国总统普丁28号宣布 驱逐755名美国外交官 必须在9月前 让美国驻俄外交人员总数 降到跟俄国驻美人数相同 同时也收回美国驻俄大使馆的 两栋建筑物 普丁表示 俄国一直希望和美国改善关系 但如今已经失去耐心 看来短期内双边关系也不会改善 美国国会28号通过对北韩 伊朗和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案 其中制裁俄国的理由 包含干预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以及对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的军事侵略 其实前任总统欧巴马 去年底为了惩罚俄国干预大选 曾经驱逐35名俄国驻美外交官 但当时俄方认为 继任的川普对俄态度似乎较为友善 因此并未马上反击 川普政府从上台以来 闹出跟俄国不当往来的通俄门事件 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但为了落实最新制裁案 美国国会特别在条文中限定 除非事先取得国会同意 川普无权放宽或取消对俄制裁 在法案取得国会朝野两党强力支持之下 川普几乎别无选择 只能签名同意